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6月12日 舊文一則,五月底的時候,美國有很多蘋果商店 Apple Store都是被暴徒破壞和大肆搶掠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蘋果商店裡賣什麼呢? 賣的是蘋果電腦的產品,iPhone,iPad 所以這些都是非常值錢的東西,他們去那裡打爛了 搶走了,拿出去賣,或者自己用,很合理 但是接著發生的事情就發現蘋果電腦有多厲害 先兩天的報道,就是蘋果電腦的手掠蘋果電腦的人 發現他們搶回來的iPhone就出了一句說話 就是說你已經被跟蹤了 就是說蘋果電腦對他旗下那些未賣出去的電話 全部是有遙遠控制的能力的 它可以令到他們在畫面上出字句 例如大家現在看到這張照片 這位先生不知道他是搶回來還是買回來的賊 結果他發現他的電話上面出了一句說話 就是說你現在已經被跟蹤了,把這東西還給蘋果電腦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蘋果電腦對他賣出去的iPhone 對他打算賣出去的iPhone有這麼強的控制力 其實這個控制力會不會伸延到其他經正常途徑賣出去的iPhone 小弟不敢亂說也不敢亂猜 但是大家都應該知道一件事 如果當我們不見過電話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遙遠控制電話的GPS系統 令到我們知道電話是在哪裏的 這個功能不論是iPhone或者是安卓電話 Android的電話都有這個功能 如果這個遙遠控制是可以我們用家做得到的話 相信公司對電話的遙遠控制是會更加強的 相信我們平時用電話所做的任何事情 公司都可以控制得到 這件事如果我延伸起來的話 真的好像科幻片裏面的恐怖情節一樣 很可怕 現在大家都知道一個智能家居的概念 很多公司在做這件事 就是通過這部手電話去控制你家庭的用品 如果真的是電話公司 例如蘋果電腦這樣說 它真的可以控制到我的電話的話 可不可以借助我的電話去控制我們身邊的電器呢 相信絕對科技上是做得到的 他們做不做我真的不知道 又或者電話裏面有一個配件其實挺危險的 也是電池 因為電池如果短路的話 有可能會爆炸的 會不會公司都可以 就是 落一紙指令 令到電流走一些不應該走的地方 造成短路導致電話爆炸呢 相信科技上做得到 但是會不會這樣做 都是不知道 但是呢 在太平時後呢 我們呢 覺得這些事情呢 其實都可能是天方夜談 甚至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 喂 遇到你不要響雪 危言聳聽 但是呢 如果在戰爭的時候 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有人用iPhone 用Android的電話 如果是去到戰爭的時候 會不會政府有興趣去研究一下這些做法 會不會造成對敵國的打擊呢 這件事真的不是危言聳聽 因為呢 其實呢 美國政府呢 和蘋果電腦一直都在拉腳 拉腳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政府 FBI 聯邦審查局呢 就要求蘋果電腦呢 在他的電話裡面 開個後門給他們 讓他們方便查案 最新的情況呢 就是 剛剛也是罵上法庭了 那這個呢 就是2020年5月份的報導 那其實呢 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原來去年呢 12月份呢 是有發生過一次恐怖襲擊的 而這個恐怖襲擊呢 到最後呢 發覺恐怖份子呢 是留下了一部蘋果電腦的iPhone 那部iPhone呢 就是鎖了 那所以呢 FBI呢 就希望拿到iPhone裡面的資料 看看他和其他的恐怖組織有沒有關係 因為呢 他們估計他和阿宇蓋債應該有關係 那就要求蘋果電腦開後門 然後呢 蘋果電腦又是不肯 結果 大家又對捕公堂 最終呢 FBI不需要蘋果電腦的幫助 或者可能有幫助 我們不知道 不讓人知道 也不奇怪的 就是 聲稱他沒有需要蘋果電腦的幫助 已經自己解拆了iPhone 所以拿到裡面的資料了 那 但是呢 暫時來看 看到呢 蘋果電腦好像非常硬 硬正 是不是呢 現在的主理人可以硬正 我們能否保證到 他之後的繼承者 永遠都硬正下去呢 那 如果萬一有一個 是和 FBI 是取得 聯繫 取得共識 向FBI低頭的話呢 那其實所有用戶的資訊 就全部打開了給美國的FBI了 那 FBI呢 只是一個 執法機關 那 會不會真的和國防有關係呢 其實我們知道FBI背後呢 就是Department of Justice 就是美國的法律部 而所有部門其實都是為美國這部國家機器 去服務的 那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FBI呢 是有參與海外的捷捕和海外的事務的 一個很好的例子呢 就是一間公司叫做阿爾斯東 阿爾斯東呢 是一間歐洲的能源 和運輸大企業 是全歐洲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全世界第三大當年 那 那麼 FBI呢 就是 有份 起訴他們 其實是主理起訴他們 起訴什麼呢 就是說他們涉嫌在海外行賄 然後呢 就要求他們賠償七億美金 嘩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 那 還有呢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呢 就是 別人歐洲的公司在海外行賄 關於美國什麼事呢 但是呢 不知為什麼呢 他們可以因為這樣呢 就是罰別人公司的錢 而且呢 最重要呢 就是他不單止罰別人公司的錢 甚至是別人呢 那些主要的 公司裡面主要的高層 都 將他引去美國 然後美國做出捕捉的行為 是的 逮捕 拘捕的行為 結果呢 是因為有人這樣 而白白坐了幾年監的 那 其實呢 這個也不單止 是不是一個公義的伸張呢 其實不單止 因為背後還有故事 這間公司幾年之後 大家談好了這個交易 這個交易是什麼呢 就是他賣給美國的通用電器 General Electric 所以整件事呢 我們一起看 就會看到呢 其實美國FBI呢 是作為一個打手 他這個打手呢 就是國際呢 進行他的所謂的執法 然後呢 就是為美國的政治去服務的 甚至呢 這個服務呢 不單止是為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呢 也都會暗瓦底 就是為他自己 國家裡面的機構呢 去服務 那就是幫助他的國家 用這個這樣的方法 去吞併外國的大企業 阿爾斯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阿爾斯東並不是一個唯一的例子 大家如果是想知道更加多這方面的資訊的話呢 可以去找一本書來看 這本書是小弟經常跟朋友介紹的 叫做The American Trap 那這位作者呢 是哪位呢 就是剛才說呢 阿爾斯東裡面呢 有一位重要的高層 就是當時被美國引了去美國境內 然後是進行拘捕的 結果呢 他是無端的坐了幾年了 坐了幾年了 坐了幾年了 坐完出來之後呢 阿爾斯東已經不再存在了 被美國之一吞併了 而他呢 就寫了這本書 將他當時的經歷全部說出來 中文版有的 叫做美國陷政 這本書很出名 我相信有些朋友看過的了 沒有的話 拿來看看 會真的明白美國的司法制度是怎樣 以及美國的司法制度如何為國家 和他的大企業去服務 那其實呢 看到這裡就會看到 FBI可以作為美國的打手 在國際方面去活動 那其實呢 如果真的去到戰爭的時候 FBI會不會插手在裡面呢 還有呢 如果真的是蘋果電腦 是和FBI是有共識的話呢 到時候呢 將控制權力分享出去 那美國的Department of Justice 或者美國的國務卿 會怎樣去利用這個做法呢 真正的戰爭出現的時候呢 我們真的很難想像 但是其實 我也這麼大膽跟大家說一句 其實現在 戰爭已經發生著了 只不過呢 現在的戰爭 就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飛機大炮 真相實彈 而是呢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戰爭 就是無煙的戰爭來的 因為發生的地方呢 不是在現實世界 用飛機大炮做 在網絡上面有戰爭 現在呢 在經濟上面 輿論上面 我們大家看到呢 戰爭是永不斷的 而且呢 很老實說 我們看到大部分的戰爭 中間一定牽涉一個國家 那個國家就是美國 他呢 參與了這麼多戰爭 其實有很多呢 已經是在我眼底下 我們看不到的地方在打 例如 網絡上面 一直在打 伊朗呢 在 十年前左右呢 其實呢 是被美國呢 攻擊過一次 那就是一個叫做Stuxnet的電腦病毒 就是當時呢 癱瘓了伊朗的公用電腦的 那其實呢 這個病毒後來也傳到其他國家 結果是搞成很麻煩 2010年的事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看到呢 在未來的戰爭裡面呢 其實電腦呢 所佔的 重要性應該非常之大 那現在每人手上有一個智能電話 如果那個智能電話呢 在一家美國的公司 可以遙遠控制到 而這個控制權呢 是被美國的軍方 或者被美國政府是取得的話呢 他會不會用來打他的電腦戰呢 那如果我們看回美國過往的做法 他利用電腦病毒 甚至是利用這個生物病毒 甚至呢 是利用很多呢 他們的輿論 其實他們是不介意呢 去攻擊其他國家的 那所以呢 這個呢 小弟始終覺得 是有一個危險性在這裡 那而且呢 現在美中關係是不是很好呢 大家都知道啦 其實不是很好 好像呢 現在進入了第二個冷戰 以前的冷戰呢 就是前蘇聯和美國之間 現在呢 美國呢 好像是一直這樣 對著中國去挑釁 那所以呢 現在很多人都說呢 美國和中國呢 美中是一個冷戰 那但是呢 什麼時候這個冷戰會轉變呢 就是正式打起來呢 其實現在有幾個敏感位呢 是隨時會觸發真正的戰爭的 香港一個 南海一個 南海 那還有呢 就是台灣會是第三個 那不知道什麼時候呢 這些情況呢 有爆發開的時候呢 可能戰爭會發開 不過其實說真的 小弟不太相信真的會打起來的 因為呢 其實我從未見過美國 攻擊過一個有核彈的國家 因為呢 說真的 大家怕抱著一起死 但是呢 會不會通過其他國家呢 做一些代理戰爭 或者是做一些 挑釁啊 或者做一些輿論 或者間諜戰 我相信這個機會呢 非常非常大 所以到其次呢 智能電話 在我每個人的身上 會做一個什麼的角色 小弟現在真的沒有辦法想 好了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我不用iPhone就可以了 我不用iPhone是否安全呢 大家不要忘記 Android系統 都有遙遠控制功能 因為剛剛已經說過了 有部分的Android機 其實呢 他們都是 當你失洩的時候呢 它也可以遙遠控制 去打開GPS 知道你的電話在哪裡 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呢 到底 Google有沒有跟FBI合作呢 我們小弟就上網找了 FBI會不會因為Android 想打開後門 而去告Google呢 發覺呢 原來從來沒有的 我們只看到後門 和這個 告上法庭 Android機 FBI 這樣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搜尋呢 就是看到 原來只有蘋果電腦 有出現這樣的新聞 一直我們都看不到 有一些零聲的報道 但是呢 從來沒有上過法庭 從來沒有上過法庭 是什麼理由呢 是否因為他不需要 Android機那個月後門呢 小弟覺得 未必是的 反而呢 我覺得更大的可能性呢 就是當他要的時候 Android機就給了 聽起來是不是很恐怖呢 所以呢 其實呢 現在這樣看法的話呢 很可能呢 其實Google已經跪下了 對著FBI已經跪下了 那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的手機 就算我們不是用蘋果電腦 會不會呢 就是 不會被FDI去干涉呢 其實不是的 因為呢 FBI沒有告Google呢 令到小弟覺得 Google的Android機 其實更加危險 因為不告的一個理由 不是說沒有人用Android機做壞事 相信一定有 沒有可能只是用iPhone做的 但是呢 如果是真的有人用Android機做壞事 FBI又不要求這件事的話呢 只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Android機太容易拆了 其實我們也知道 其實不是的 因為Android機呢 它也有它自己的保密 第二個可能性呢 就真的恐怖了 就是Google已經暗瓦底 向FBI跪下了 什麼都給它了 所以這個才是最恐怖的地方 所以現在在全球的局勢情況下呢 尤其是中國的冒起 令到美國可以說 那麼感冒 那麼緊張 也都是反應這麼大的情況下 我們中國人 必須要有自己的智能電話 這件事呢 才可以保證 在真的發生軍事衝突的情況下 我們每一個國民呢 不會因為所用的電話 而成為外國攻擊的對象 所以呢 華為的鴻蒙呢 相信呢 就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答案 那希望呢 就是一路下去呢 我們可以更加好地發展 我們戰略有關的物資 包括智能電話 還有其他更加需要的物資 去保障我們的安全 中國不會主動去攻擊其他人 但是當其他人來攻擊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有自保的能力 好 那麼小弟這次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那就非常感謝大家的時間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集的內容的話呢 很歡迎大家 是將這一集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讓他們也知道呢 有關智能電話 FBI 和軍事應用方面的一些看法 如果大家再有興趣參與小弟 下一個討論的話呢 很歡迎大家去訂閱這個 免費的頻道 還有呢 最緊要 是按一下小鐘 當小弟 有下一個話題 錄了下一條片的時候 大家會馬上收到通知的了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時間 我們下一次 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台灣球 1 2 1 2 3 感谢观看